2021年12月6号 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的 《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发布 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30多国驻华大使馆代表 近20家国外驻新媒体 40多家国内媒体记者现场与会 《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全文共2.3万字 从美国制度实践、国家治理、社会现状、人权自由、国际影响等10个方面 提出10个关于美国民主的问题 第一问 美国民主 是多数人的民主 还是少数人的民主 这一问里面分为三部分 其中包括少数凌驾于多数 权力为资本服务 民众意愿难以真正的实现 那么这一问里面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数据和说法 报告指出 85%的美国人认为 美国自身政治体系需要重大变革和彻底的改革 美国人对美国们现在越来越绝望 以至于很多人在纽约时报这报纸里面为美国梦写布告 59%的美国人认为媒体和记者故意误导人们 美国人对于国家发展道路也越来越悲观 报告指出 在美国能做主的并不是人民 一国六主十无民主 根据调查 美国之外57%的人表示 美国的民主曾经做得很好 但最近几年不行了 另有23%的人表示 美国从来都不是其他国家的民主典范 那么我们认为呢 美国在民主democracy 能够这样的一个名义下 但是真正体现他们自己意志的是六个主 分别是前主 money cross 枪主 gun cross 白主 white cross 美主 media cross 君主 military cross 要主 jaggan cross 那么能做主的其实并不是人民 所谓一国六主 十无民主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刘元春 在致辞中表示 看一国民主制度的好坏 要看本国居民是否满意 而不是看这个制度有多么美好的承诺 民主作为各国人民的权利 不论沦为拉班结派 攻坚污蔑的坊子 民主不是装饰品 不是用来摆设 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报告强调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 世界上没有唯我独尊的民主模式 民主是丰富的多元的 是由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多样化道路 而非被迫强加的单一套路 报告提出十个关于美国民主的问题 以期帮助各国更全面的了解民主 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